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鲜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692集 机缘3 尤其是其原神那样,那神秘老者留下的禁锢更是让他几乎发狂 飞出片刻后,他猛地转身,直奔亡林消失的方向追去 老夫宁可不留伤,也要杀了你 虚无中,亡林所在的碎片陆地,缓缓地飘游 其内的亡林此刻双目紧闭 仙剑在其身体四周环绕 许丽国更是飘在一旁,苦着脸,喃喃自语道 哎,按理说,我应该走才对啊 可把这煞星放在这里也不行啊 哎呀,我许丽国可是忠诚之人 绝不能做出弃主而走的事情 我这次不逃,想必这煞星一定会更加弃重我 日后的好处应该会更多的 嘿嘿嘿,还是你家许大爷聪明吧 许丽国眼珠子一转,下定了决心 况且这煞星,这是分身 其本尊 想到本尊了,许丽国全身打了个冷战 若说这世间有什么人可以让他从心里去怕 唯有本尊 联盟星域内,一处散发雷光的废弃星球上 在其内部深处,有一处天然的溶洞 洞中雷光更浓 此刻呀,在这溶洞最底部,潘膝坐着一人 此人一头红发如血,全身散出阴森寒气 在其眉心处,四个星点缓缓地旋转 随着其吐纳,一道道灵力从四面八方吸收而来 融入他的体内 漠然间,他睁开双眼 其目内在可怕的冷静之中透出一丝嗜血的杀鸡 血作,你逼王某分身不得不昏迷 此事岂能罢休 他,正是王林本尊 本尊握紧了拳头,缓缓地站起身子 沉默许久,直接一冲而起 轰隆隆的巨响回荡中 他直接从地底冲出 在其上方的所有泥土石层纷纷碎裂 一声巨响回荡 在这星球东部的大地上 本尊一冲而出 带起大片的尘烟散开 他冲出后,没有任何停留 踏着虚空直奔星空 在星空中,本尊双臂展开 一阵阵噼里啪啦的清脆声响 从他体内不断地传出 这声音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密集 本尊全身更是清净鼓起 到了最后,其体内传出的声音 就犹如闷闷的雷鸣 不断地扩散而出 渐渐地,本尊的身体居然起了变化 他的双腿增粗,缓缓延长 就连其手臂也是如此 慢慢地,他整个人就仿佛瘴气般 疯狂地增长起来 他的身体疯狂地增大 在这一过程中从他体内 传出了声音更加沉重 仿佛如同来自远古的咆哮 在他的脸上没有痛苦之色 有的只是平静与双目内的怒哭 他的身子越来越大 半珠香后 在这星空中一个高约百丈的巨人出现 在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茫荒的气息 其皮肤更是充满了粗糙的细微符纹 闪烁之下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无法想象的威严 一声低吼从本尊口中传出 此吼声仿佛是从远古时代传来 充满了闭腻天下的气息 在这吼声中四周星空 一切游离之物 仿佛开启了远古的记忆 纷纷的蜕别 就连附近星球上的一些凶兽 也在这低吼中立刻趴伏在地 全身颤抖 那是一种来自灵魂的颤抖 古神是这星空之神 在古神横行的年代 一切生物都要以其为尊 此刻在古神消失了无数万年的今天 这一身低吼 仿佛向着星空大鹤 古神重现 这一刻 王林才具备了古神的威严 他就是古神 古神从四星开始 体型就会疯狂的增长 之前被王林一直压制 但此刻他却是不再继续压制 而是让自己的古神之体 第一次展现在了这星空下 只有展开了古神之体 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古神 才会拥有真正古神的力量 薛祖 你使我分身重伤昏迷 我便却毁了你的血腥 本尊眼中透出无情 身子向前一趟 仿佛这星空都围之一颤 踏步间了 本尊如走平地 直奔远处而去 行走间 本尊抬起巨大的右手 食指再眉心一点 立刻体内庞大的灵力 涌现成为一道印记 这印记上透出远古的气息 覆盖之下便把他眉心的星点盖住 消失不见 这印记并非修饰可以掌控 而是古神之术 它的作用便是隐藏古神的标志 施展之下 除非修为极为强大的神通者 否则不会看出其身份 联盟星域内既然有巨魔族 那么我这幅百丈身躯 便不会有人怀疑是古神 本尊眼露寒光 他的身躯对于成年古神来说 实在是微不足道 自然不用担心 有人会凭借身躯的强大 联想到古神身上 奔走间 本尊面无表情 直奔血腥所在之地而去 当年他曾经看过天韵子留下的星图 自然知晓血腥的所在 一路迈步行走中 本尊目光一凝 在他的前方 他看到了数块大小不等的星空 漂浮的碎石 这样的石块 在星空中很常见 没有任何犹豫 本尊一踏之下 庞大的右手 虚空抓向其中一块 百丈大小的碎石 低吼中 那百丈碎石 硬生生的被他抓起 一体内灵力环绕前野 再次踏走而去 本尊离开后 一旁一块略小的石块后 飞出两个修士 这二人身子轻颤 眼露骇然 直勾勾的望着本尊迅速远去的身影 目瞪口呆 这 这是什么呀 二人相互看了看 头皮发麻 迅速逃离此地 这一路上 王林凡是遇到碎石 便会挑选百丈大小 抓住后 以体内灵力前野 这些 就是他的武器 在他的记忆传承中 不会太多神通的幼年古神 便是以紫物为武器 而且记忆中 似乎紫物很好用 越多越好 带着一条 如长河般的大量碎石 王林向着血星带着阴森的杀机 越来越近 啥 血星 一颗充满了血光的星球 它所在的位置 不属于天运星的势力范围内 而是在宾里 距离天运星有些遥远 实际上 凡是有能力 独自占据一颗修真星 作为洞府的大神通修士 都不会选择彼此 相互太近 即便是那种至交好友 也是如此 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 尤其是这些 修炼了多年的老怪 更是深刻的知晓 这一点的重要 同样的 有资格开辟一颗修真星 为洞府的修士 自然不需要天运星的庇护 如此一来 在选择洞府上 多是寻找一些 较为偏僻之处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洞府修真星的依据 便是所在位置 绝不可能在别人的神识范围内 否则的话 一举一动都可以被人察觉 没有人会选择这样的地方 血祖本就是一个拥有秘密的修士 在洞府的选择上更是谨慎 在天运子当年给予的星图上 血腥所在 极为偏僻 四周没有任何大神通修士的修真星存在 这也是亡林本尊出手的原因之一 带着一条长长的碎石盒 本尊一脸冰冷 速度极快 向着血腥而去 这星空太大 联蒙星域更好似没有尽头 本尊的体型与其相比较 实在是微不足道 一路上本尊没有停顿 带着浓浓的沙鸡与冰冷的气息 夹杂着无数碎石组成的长河 直奔血腥 时间一晃便是数月 期间倒也遇到了一些修士 但这些修士 往往一看到本尊便立刻一睁 没有轻举妄动 他们不认识古神 甚至可以说在四大星域内 真正认识古神的修士 实在是太少太少 甚至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一些古籍上了解丁点罢了 更何况 那些古籍上所记录的古神 往往都是六星以上的成年体 其堪比一颗修真星甚至更大的身子 是古神独特的标志 四星古神实际上来说 其身上的古神气息并不明显 修士中除非是当年亲自见过古神者 否则的话 不可能联想到那已然灭绝了无数万年的古神 这也是本尊选择现身的原因之一 这种种的原因呢 实际上只是客观存在 而真正让王林本尊选择出手的还是他性格之中的逆 这一次分身的昏迷极为严重 甚至与本尊之间那切不断的联系 此刻也变得若有若无 仿佛随时都可以断掉 一旦断了联系 就表示着分身死亡了 本尊心中涌现强烈的杀机 这么多年修炼出来的分身 实际上在他的灵魂中 已经没有了主子 分身是他 本尊也是他 分身死亡就等于他被人杀了一次 若是在这种时候 本尊仍然选择归缩一地 想着隐匿下来 等日后修为提高再出现的话 他就不是王林了 有些事情是不能去考虑后果 也要去做的 不要说发现古神的几率 微不可查 即便是真的发现了 又如何 本尊双眼露出冰冷寒芒 速度更快 在传承古神的记忆中 尽管很多攻击的神通无法使用 但关于保命的神通 却是有异性 王林在达到现在的半四星后 确实可以施展 其中最有效的一个神通 便是古神一族对于幼体的保护神通 化灵 融入一颗星球内 不惜收其灵力 而是把整个身子化作灵气 进入到一种沉睡的状态 如此 除非是遇到与古神同等层次的存在 否则的话无人可以看出 这便是古神的神通 比之修士在层次上便高出很多 唯一需要顾虑的便是拓森 不过此人若是脱困而出 以其八星古神的身躯 怕是刚一出现 便立刻会被那些大神通修士认出来 如此一来 即便是在这联盟星雨 阴气浩劫 又与我何干 我王林 又不是圣人 本尊眼中冰冷更浓 血腥之上有着众多的血奴 这些人都是血祖操控 他们的元神之中有着血祖的烙印 血祖生他们生 血祖死他们死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血祖 从四周的一些修正国内 强行抓回了 夺其自由 使其为自己服务 更有一些 是他搜集的一些有天资的少年 以血丹饲养 炼成血位 守护血腥 血祖此人天性博良 唯独对其女才会罕见的 露出身为人妇的慈想 可以说 这整个血腥除了血祖与其女儿外 一切生灵全部都是他们的奴主 生死只在一念间 紫心坐在血阁外一处祭坛上 脸上露出焦虑之色 时而回头看向身后的血阁 此地是血祖的禁定 连他在内 均都不得入内 此时 树道血光从远处天空迅速飞来 在紫心前方化作四个老者 这四人身上有原力波动 显然都是踏入第二步的大神通修士 周末又有一批血奴生亡了 其中一个老者低头沉声道 紫心咬着下唇沉默不远 这几个月来啊 血腥上大批大批的血奴与血位 莫名其妙的暴体而亡 时至今日啊 已经有超过了七成的死亡 这种事情让紫心心中充满了彷徨 唯一的解释啊 便是血祖出了问题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全幻修真小说 作者尔登 演播丸子冯宝宝 后期制作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